探尋古老失傳秘術 規探玄妙天地人間 歡迎收聽喜馬拉雅FM 出品的奇趣圓幻小說 《失傳秘術 趕蟲師 語版》 作者哈姆曹灣 播講曉琦 第409章 芝鐵獸 上次說到 我用兩隻蟲子對付對方兩隻二手 好 便天孝跑在前面 手山針跟著在後面 而對方就是歐陳在前面 羅船角的獸仔在後面 便天孝和歐陳打了照面後 雙方停下了 沒有直接衝上去打個頭破血流 而是首先夾著馬步 歐陳就完全想不到有一隻白色的像兔仔那樣的獸仔 夠膽對著自己衝過來 在一般情況下 四海的走獸看到自己也要走 無論對方是柴狼虎炮也好 而變天孝這個時候也停下了 作為一隻山中奇獸 變天孝真的沒見過 有什麼膽敢在自己面前橫衝直撞 連雪玲瓏都要乖乖地在自己面前認壞 如果有蟲類的話 大家可以互相感應 例如變天孝如果單獨撞到蟲亡的話 大家互相會避忌一下 不是向前衝 而是向後退 而這個時候 變天孝和歐陳之間完全沒有感應 所以歐陳卻夠膽揹著眼睛向前衝 蟲類和神獸是不同的 神獸之所以稱為神獸 其實與神這個字沒有什麼關係 只不過是一種比喻 神獸也是一種二手 但他的繁衍生息與蟲類不同 蟲類是可以完全沒有祖先的 在山上 可以突然有隻兔子 就將變天孝生下來 但神獸是不行的 他一定會有祖宗 這就是第一樣不同 而第二樣就是 蟲類的壽命大多不會很長 也有一些過三百年的蟲類 但很少 但神獸就不同 有些動不動的神獸 據說是從人類出現的時候就開始有 延續來到現在 當然這些神獸就不會動 會動的話也不可能有命那麼久 有些神獸是生存在一個很古老的動物之中 例如在一個山洞裡有一個深潭 它就在一個潭裡 只不過是一團像太水般混混混混的東西 但有幾種很奇異的技能 例如可以將那些不打不撞 匆匆忙忙掉下去的人救上岸 可以指揮潭裡的水珠 演奏一段天賴之陰 歐塵和變天敲對望了一會後 變天敲就覺得氣氛有點不對勁 於是對著天大喊了一聲 首先將自己可以滅掉的法術全部滅掉 我站在後面看到 都馬上捏出蟲毛 這樣就可以將蟲毛可以滅的蟲化也滅了一些 但我就沒有直接用蟲毛去控制歐塵 我想看看歐塵這件事到底有什麼特點 當然我都不清楚蟲毛是否真的可以控制著它 那個歐塵突然在上面扔了一隻腳 它頭頂上開始飄煙 然後整身上下紅彈彈 看那個樣子它整身上下變得很熱 將旁邊垃圾堆裡面很多二人的垃圾都點著了 它整身好像是飆著火的 對著變天敲衝過來 當然變天敲也不是流的 它形頭衝上去 然後馬上一跳就要去咬歐塵條頸 因為歐塵有山椎子這麼大 比變天敲要大很多 所以變天敲在行動上有先天優勢 它衝過去之後一口咬住了歐塵條頸 結果辣得變天敲大喊了一聲向後就跳 它的嘴上燒焦了一支毛 原來歐塵這個時候的身體好像燒成了炭一樣很辣 變天敲的嘴和它的爪辣得不得了下意識彈開了 歐塵也不出來 只穿了一塊建築垃圾上面 很快就把屁股下面那堆磚瓦燒到紅彈彈 歐塵可能還會懂其他的易受術 但變天敲剛才大喊了一聲滅了一輪 從亡都滅了一些 估計歐塵現在只剩下全身上下發現這一招了 不過這一招夠了 歐塵根本沒想過要殺變天敲和守山曾 只不過在掩護著那個有石碑的獸仔 和那條尾很闊的獸仔 將松武哥倫運走他 守山曾在變天敲和歐塵打照面的時候 已經和那隻有螺旋角的獸仔打在一起了 我看清楚了 在頭頂上有一隻螺旋角的獸仔是一隻小支鐵 是一隻未成年的支鐵獸 其實它是一種蟲 在蟲子裡也有記載 只不過在蟲子裡 記載的這隻蟲子很大 我開桌的時候 一看到是四隻獸仔 根本就沒想到它是支鐵獸 現在看清楚之後才發現它是一種蟲 這隻蟲子是專門食鐵的 它的分辨叫江羽 是一些很好的繞鋼 用來射成兵器之後很鋒利 而且還帶著一定的繞器很厲害 是一樣可以發家智庫的東西 試想一下 養著一隻支鐵獸 每天收花的繞鋼回來 現在暗山門江湖市場已經是初居規模 那就不用休賣不了 行走江湖要花錢的 現在我還拿了文藥山很多錢 手山爭和支鐵獸打得難解難分 我看得出 如果說單打獨鬥的話 支鐵獸絕對就不是手山爭的對手 但支鐵獸的頭頂上 那條螺旋角是鐵角很厲害 一碰就會死 所以手山爭只能在支鐵獸的後面發起攻擊 這也是猛獸經常用的方法 凡是猛獸互相打架 在其中一方打不過的情況下 如果想要走路的話 都會夾著尾去走 雖然這句話是一句離語 但就說出猛獸之間互相打架的精妙 就是猛獸很喜歡去攻後門 所以猛獸打架都很清楚 要先保護自己的後門 另外在婆羅姆吃草獸的時候 那些猛獸多數都會由屁股吃起 手山爭不斷進擊反應很迅速 他抹大把口可以吞又可以吐 只不過很避忌自鐵獸的鐵角 所以就沒有將它吞下去 再打多三百個回合 估計這隻支鐵獸就會頂不住 我通過這件事來推斷 歐層的戰鬥水平和變天敲 是差不多了 但因為它是神獸 所以就不是浪得虛名 隨便用其中一個法則 就可以令自己全身熱烈烈 這其實是一個自保的道門 變天敲的時候 只能站在旁邊咫咫咫咫咫咫咬 它就不敢走過去 我這樣舉起手指指著那兩隻在走的二手就說 你應該用其他蟲去追他們 他們肯定是過去找你的蟲書 我按下頭就說 我也是這樣想的 但追他們之前 一定要先解決靈錦大王 我被靈錦大王害怕了 他真的可以取了我命 他現在療傷 不會花太久的時間 現在鎮住幾個暗沙門高手都在 我還有梁胡佬的妖道門在身上 快點解決他 否則後患無窮 但黃金棠就替我擔心 但是 那你的蟲書呢? 我笑笑口回應他 你放心 我和老坑坑還沒蠢到 收了那百多冊蟲書 隨得他們慢慢找 我就不信他們真的可以找到出來 我沒有跟任何人說過 不過我們的蟲書是收在哪裏的 是怎樣收的 因為 這是老坑坑教給我的最後一個道門 而且他叮捉過我這輩子都要寶物 除非是我自己也有徒弟了 這樣才可以傳授給自己的徒弟 否則 一顆字都不可以看 老坑坑教給我的法則叫做魚露冰藏 地點確在柳樹溝裡 或者他們可以找到 藏著蟲書的那棵龍爪壞 但絕對不會看到蟲書 柳樹溝早年曾經是海潮溝來的 大約在清末的時候 還有些漁民在柳樹溝上去開船打魚 柳樹溝押了小溫河 小溫河裡出產一種綿魚 這種魚下雪就會死 這是因為這種魚會回遊 每年都會從海裡游回河裡 每條魚的口裡會含著一粒甜水豬 這粒豬是綿魚在河裡出生之後 入海之前喝了一口河水 所以絕對不會和海商混淆 每條魚仔進海 去到成年的時候 口裡都有甜水豬 甜水豬最初在肚裡 後來慢慢去到口裡 麵魚發生了這個變化之後 這樣就知道 是時候回到出生的河裡去產卵 所以夫朋友也向河裡游過來 日本在這個時候也是早春時節 有時候在河面上還會下雪 一旦有些雪花打向河面 麵魚就會以為在河面上有飛蟲 將那些雪花當成成物 分回去吃雪花 但是這樣一開口就糟了 那粒甜水豬會在口裡吐出來 當時就會死 老虎母曾經帶著我 連續三年祖春的時節 在小溫河上去投魚梨 去換臉魚口裡的甜水豬 那粒甜水豬最初吐出來的時候 好像是油豬一樣 大約半分鐘後 就會慢慢化在水裡 那條魚死了之後都會飄上來 但我們就不吃 因為吐了甜水豬的魚 那些肉很難吃的 連續三年的時間 我們大約收集了一小桶甜水豬 封在一隻油屁裡面 專門為了收集那103冊蟲書 老虎母裏身後 我就按照他的方法 將蟲書用蟲封住 在外面 用油屁的甜水豬 將我的蟲書包起來 凍成了整個冰塊 封存起來 那些甜水豬本來不會結冰 但加入了免魚油之後 就會慢慢結成了魚露冰 很堅硬 用火也燒不花 任何東西都打不開那塊冰 之後用免魚的魚子 弄成漿糊 塗在懷柱子上 一敲那塊冰就會水 這就是個物類感黑的方法 說出來就很簡單 只要不說就沒有人會知道 這就是我們這支單純秘法 都不肯放入蟲書裡面 所以那兩隻充仔 就算找到了魚露冰 他們也絕對打不開 我就沒有跟黃金銅說明白 但黃金銅看到我空有成竹的樣子 知道我一定有些很特別的手段 收好那些蟲書 但黃金銅還是不放心 那四隻充仔背後的主人 所以他就說 黃金銅啊 黃金銅啊 你說這四隻充仔背後 會不會是趕蟲人啊 我領領頭就說 我也在想著這個問題 這些充仔裡面 有神獸又有蟲 互相間雜的 這就不是趕蟲人的手法了 而且這些東西 根本就不是按照蟲令去做事 都是自作主張 而且有板有眼 我覺得他們很通靈的 我看到歐陳只是負責妨礙遍天敲 不讓他繼續追蟲武哥倫 而獸山獸和資鐵獸打鬥的時候 獸山獸佔據著很明顯的優勢 所以我靜靜放出石輪獸 叫他過去偷襲資鐵獸 我要抓住這隻獸仔 又在暗沙門裡面 可以開店做生意 當下 石輪獸靜靜跑到資鐵獸的後面 資鐵獸就忙著去應付 獸山獸的獠牙利子 他完全沒有防備到石輪獸就在身後 於是他被石輪獸的獸牙套得正 歐陳一看到自己在同伴被封在獸牙利子裡 他想過來救 但他又不敢碰獸牙利子 我馬上將黎力叫過來 啪啪黎力的背部叫黎力衝出去 我只是想把歐陳嚇走 就不想拿他的命 所以沒有叫黎力捐地下 黎力捐地下之後 一旦出現歐陳身下 雖然黎力肯定會被辣 但如果對著歐陳拼命咬過去 那就很難保他不會馬上沒命 果然歐陳一看到黎力跑過來 他就知道打不過了 36計走為常計 他對著那兩隻獸仔跑的方向跑過去 這時候 另外那兩隻獸仔跑得很遠 支鐵獸這時候就不能動 任何我用趕蟲法則把他趕了 這樣就很簡單 十幾分鐘後我便完成了 然後在垃圾牆裡 我找了一條麻繩 拉著支鐵獸回到原來的地方 我和黃金彤仔細說了一下 黃金彤聽完之後 嘆嘆氣便說 唉 終於可以發一點點財 以後這隻獸仔便交給我養 在你手裡 餓不死也算萬幸 就在我們說話的時候 在暗沙門那群江湖客裡 逛了一個很高大的男人出來 指著我的鼻子對著我說 黃德駱 你憑什麼拿了我們家裡的支鐵獸 我抬起雙眼看一看那個人的時候 這樣便知道 說話這個人不是什麼暗沙門江湖客 但我就不知道 他是什麼時候運進來我們這群人之中 好嗎 本集已經播講完畢 多謝你的收聽